大家好 一直有一说法 说包子弟为什么愿意到点就滚粗 是因为老军头 有些军方的家族政治或者政治家族 直接警告习近平 你如果连任的话 你没得好下场 不准连任 共产党这么多年搞出来的规矩 不准你一个人破坏 你如果实在要连任你一定会下场非常的惨 说这个发出这个话的是叶剑阴的家族 叶家的十年啊 那当然在中国是天大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叶剑阴的家族 所以说包子弟也觉得这个事啊 如果你下去的话会会非常的惨 这个事情是有点道理的啊 然后我们一堆人又在那里分析 你都不用造谣传谣 你就分析为什么 首先为什么是叶剑阴家族 因为叶剑阴的家族 叶剑阴这个人十大元帅是吧 完了以后呢 当年成功的辅佐邓小平拿下了四人帮 成功的辅佐华国锋拿下了四人帮 成功的辅佐邓小平拿下了这个华国锋 这都可以说的 叶剑阴的家族 叶剑阴这个人 他最大的兴趣呢就是搞女人啊 我日了一堆的孩子啊 一堆的私孙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对于这个卷入高层的那个巨大的分枕的兴趣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叶家的人呢 他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啊 他是没有仇人的 叶剑阴他不像其他的家族 你说邓小平肯定有很多个仇人是吧 有的人就是把邓小平家族吹到天上去了 有的人呢就就看不就不分你啊 我就不喜欢这么的 还有以前军头这边吗 邓小平算一军头吗 还有这个杨家是不是杨家将杨长坤杨白冰 那绝对的他也是很多人就不分他 所以杨白冰也一样杨长坤当过国家主席的人 邓小平没死的时候就把杨家将就给拆掉了啊 他也没什么太多的影响力了 但是你就发现叶家一致有影响力 叶家搞出点事 一般人都会围观都会看 为什么 真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叶家这些年真的从毛泽东死了以后 叶家基本上没有跟任何一个山头 保持一个敌对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拿拢叶家 邓小平也需要叶金帮称他 江泽民也需要叶金帮称他 叶建英的家族帮称他是这么一个道理 的确叶建英在中国的政治版图里面 他如果出来说一句话的话 那绝对是一言九点的 其他也有些个人 但是都没有他的这个地位高 也没有他的影响力大 关键是没有他那么做人的那个风格 你说以前薄熙来的家族也是跳的挺欢的 现在薄熙来夸了以后他老爸的薄一波嘛 薄一波其实我做这个经济史研究 我就看到好多薄一波的资料 那就是个小人垃圾 纯种人渣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的 很多人不喜欢他 比如说习近平的家族就不喜欢 习仲勋的家族就不喜欢薄熙来的家族 他们是死对头 当年搞胡耀邦的时候跳的最凶的就是薄一波 然后呢出来帮胡耀邦说话的就是习近平的爹 习仲勋 所以他们是娘子早就接上了 这会儿习近平当官当这么大了啊 所以博家基本上没戏了 还有一些个家族 比如王震 王震的级别很低 就做了一个国家副主席副总理 级别很低 到不了叶吉英这个位置 他没没进过常委 再说王震的家族这些年 他也不怎么搞政治 他们家没准当官 他们家全都是去赚钱去了 全都是发搞军火生意 发财发肿了 他就把握这一块把握的挺好的 中国的军火倒卖倒卖啊 都是王家在搞 这是真的 所以正儿八经对当朝的政治有影响力的元老家族 有这么几个家族 第一个是邓小平的家族 第二个家族是叶剑英的家族 第三个家族呢是叫做什么陈云的家族 这么三个家族说话是习近平是要听的 但是邓小平的家族你知道 邓小平是整过习家的啊 把这个习仲勋一家人赶到深圳去的 所以呢习近平是恨邓小平家族的 陈云这边呢由于他的那个儿子陈云呢 喜欢搞女人啊 没有当上大官 最后呢就是面前搞了一个政协副主席 基本上没有介入权力中心 所以是利有不殆 然后陈云这边的主要是什么 他没有在军队呆过他没有军船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影响力也不大 但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这会儿陈云如果出来说话的话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先恋的家族 你先恋的家族是习近平最防的嘛 所以他上来就把这个你先恋的女婿 那牛亚洲就给打掉了啊 就让他提前就也不叫提权吧 就是到点就退休了完全可以留任意的 让他当一个军委副主席没问题的啊 没让他搞直接就走了 当然还有刘少奇的家族 这些人都没有实际的权力 而且都有娘子啊 都有你你剪不断你还乱的各种各样的麻煞 人际冲突 只有叶家没有 所以叶建英的家族出来说话 很多人都听 当然他们说叶建英家族出来说话 肯定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出来说话的 一定是老江老胡 他们这些人那些个老东西 也包括这个宋平他们联合起来做了一个局 就直接敲习近平的这个大门牙 说你他妈的还连人 你垫垫垫垫你是谁弄死你分分钟是吧 挺有意思的啊 我觉得这个叶建英家族出来说话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不要以为他们的红二代就是红三代就随随便说话 没有这样的事情 共产党的利益它是一个整体的利益 没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没有经过特别的周密的计划 一般人都不说话 你什么时候听过曾庆红的儿子说过话 什么你什么时候听过这个温家宝的儿子说过话 你什么时候 但是朱镕基的儿子偶尔出来说两句 所以叶建英的后代人出来说两句 朱镕基为什么呀 朱镕基也是没有明显的对手 你说朱镕基有什么明显的对手 大家都说朱镕基好 因为他在搞的时候他跟老江的关系也不错 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不错 最多就搞几个贪官 其实他也就喊得凶也没搞多少人 是不是 他也没得罪多少人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说这个现在叶家在中国的下一任的班子的布局方面 还是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叶家的实力主要是盘踞在广东 而广东这边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深圳香港 你其实包括欧盟 是不是其实你都可以算广东 当然广州这边全都是 那中国的经济 广东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上海占了三分之一 两个省家其他三分之二去了 其他都是打香油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业家还提出了一个建议 其实不是业家的建议吧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下一任的中共的元首 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一定是要有广东经验的人担任 因为中国要再一次重启改革开放 你一定还是要把这块搞活 一定要搞起来重建起来 否则的话中国就真的 共产党就弯了都 这个思路我认为是对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它也是从地理意义上讲 它是有方向的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也为这个事情吵架 但是所谓吵架就是辩论 有些二百五是吧 说这个下一次的改开啊 应该要面对俄罗斯 面对把东北这边作为改开的桥头堡 这样搞是吧 因为这边有俄罗斯啊 某种意义上你还有朝鲜啊 是不是朝鲜这边跟韩国啊 所以中国跟韩国的关系不错吧 是吧 就这么一个思路 瞎扯是不是 你俄罗斯有什么东西呢 你没有市场啊 我们看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水平是不是怎么样 你就很简单 就几个直观的东西你就可以判断 你有没有大量的这个什么品牌 是吧 大量的世界一流的公司 俄罗斯有吗 没有是吧 你找不出一个东西 就是我昨天看汽车节目 说看到俄罗斯有一台有一种汽车 我真还记得像叫纳达 弄弄透了 知道吧 现在你看俄罗斯那汽车简直就是一笑话 是吧 所以呢 你面对俄罗斯开放力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不外乎就是当年呢 在东美啊 有156家这个超大型的国有企业 全是俄罗斯帮助建的呀 是不是这样 你那是过去的事情是不是 你现在要要改开的话 你就是只能从走香港这边 没有别的办法的 这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你台湾跟你跟你隔着一个海峡 人家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人家不跟你玩 所以香港这边其实是很好的地方 结果呢被细胞子给拍死了 所以说其实最烦这一点的 这非业家业建英的家族 家族莫属啊 真的是烦细胞子烦的不行了都 所以要想再改开中国共产党 要想继续靠所谓的改革开放 继续发财 继续当官发财 四老婆 必须要重建香港 必须要重建深圳 必须要重建广东 所以要求有一个广东经验的人 担任中国下一任的元首 党的书记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一声天一声坚 那这个人是谁呢 广东有谁呢是不是 当然有现任的广东书记了 所以这个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人说 习包子想提这个什么 广东的理系 做这个总理 甚至做总书记都有可能 说有这个说法 这也是基于叶家的建议 叶家的势力 你现在说广东的广东不是说只有胡春华 是不是 不是说只有汪洋啊 那你还有现任理系不错的啊 是吧 学院派官员呢 是吧 说说这些个话 当然是汪洋啊 还有胡春华了 这都是在广东有广东经验的人 但是在广东这边搞得最好的 肯定是汪洋 你像那么回事是吧 所以当时胡锦涛把这个汪洋从重庆调到广东去 就是让他锻炼嘛 先在重庆 然后在广东 是吧 当了两个人省委书记 然后再回中国 回中南海 无论是当总理还是当这个总书记 那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有广东经验 汪洋这个人呢 有的确还有那么点意思 又是邓英家资产的传人 也没有得罪叶锦英的家族 跟叶锦英的家族处理的挺好 所以有些事情呢 你不要看表面 有些人说叶锦英家族反对系 西米敲打啊 西米小命不保 说的太严重 不大可能的事情 但是叶锦英家族的确对中国的政治的版图 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的建议 而且是得到了元老派改开派的一致的认可 念吸包子也得听 不听你下场很难看 看呗 我个人认为 我现在认为这个李克强当总书记的可能性不大大 还是汪洋 如果汪洋上来的话 中国的日子的老百姓的日子呢 会稍微好过一点 还是那句话 昨天我说过的 讨论中国的事情 你不要搞什么 民主自由宪政 开放党禁 报警 搞这些言论自由 尊重宪法 你想多了 我就一句话 你配吗 你中国的那些个难人 是不是 你每一个人你都摸着自己的脚趾头 你想想你配吗 你配民主自由吗 你配言论自由吗 你看推特上你去看人家台湾人说话 同样跟你讨论问题绝对不会开口骂人 都是客客气气的 把话说清楚 你如果不同意就算了 你看脸书上我观众很多台湾的朋友 一个一个都挺文明的 绝对不会上来就是怎么难听怎么来 哎呦 中国的大陆这边的那些个人就是自己如果站在那里 那什么难听的话都骂 你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人的 起码的公民的行为吗 所以不要在中国讨论什么民主宪政 言论自由 什么开放党禁报警 我跟你说你不配 中国人就配什么呀 配有口饭吃 这是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目标 活着是他妈的就是印到你 其他的你不配 什么东西都有个配不配的问题 就像我本来是个屌丝 是不是你非得让我娶一个仙女 怎么可能呢你配得上吗 你开玩笑 就像一个浑身长发的眉毒的一个难人 他非得要要要找一个天使 那给他做老婆 你配不配啊是不是 不配 所以人呐在设计自己的那个价值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问自己你配不配 所以我们又说到圣经呢 为什么圣经里面他有这样的启示 他说你上帝就给你三个选择 战争 瘟疫 饥荒 为什么呀 因为你恶贯满盈 因为你罪恶逃天 上帝就给你这么三个选项 你就配这三个东西 要么是战争 要么是瘟疫 要么是饥荒 你选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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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